竹山镇百年联合建教活动 一连五天全镇都吃素 而期间所有的肉类跟葷食也都不进行买卖 配合这样子的宗教禁忌 竹山镇内不少原本卖葷食的餐饮店 不是改提供素食就是暂停营业 不过这卖塑料的业者却因为建教活动 业绩暴增了五成左右 卖塑料卖到缺货 业者是赶紧在现场制作 竹山镇联合建教 一连五天都必须吃素 就算业者提早做好准备 还是供不应求 生理有较好 甚至这里有稍等 这里有些没吃的 也都有来这里拿素食 所以很配合到我们这类百年的大酒 这样生意至少有成长 成长差不多五百有人 总共业绩应该有几十万 有几十万 因为包括像山林区也都 有个大饭店啊什么 全部都配合吃素 比之前不景气的状况之下 这样子的话还是有增加 大概三成到五成左右 三成到五成 那会不会工服应求 会因为本来就没有预备这么多的料 然后包括工厂的生产量都有增加 竹山因为建教吃素五天 全镇婚食业者不是休息就是换卖五天的素食 就算是全省都有了超市 也配合建教活动暂停销售肉类产品 卖鹅肉就对了 现在竹山做酒的期间你们就改卖纯素 就改卖纯素的这样 原本就是只卖一些鸡腿那些肉的东西 因为做酒所以我们就全部改卖素食 这个草的吃惯食 人家去换卖纯素的来吃 别有一番风味 所以大家来这 来到竹山这五天里面 都要吃素食 来这试验一下 尖叫这五天吃素的风俗 大多数民众都认为配合吃素影响并不大 反正只有五天的时间 改吃素食也差没多少 就是说因为很难得的三百年来 只有一次的建教活动 所以吃五天的时候是没关系的 平常就会买素食吗 没有平常没有在吃 那为什么 就是配合当地的那个文化 所以才吃素食 整个竹山镇配合改吃素食 虽然还是有民众感到不方便 但是联合建教是竹山镇三百多年来 第一次的大事 大家还是愿意配合吃五天的素食 共同来祈求平安风调雨顺 记者王子余南投线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